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藏传佛教的一些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 所以它里面讲了很多就是关于嘎居派的 以前就是在西藏怎么样去发展到嘎居派 然后现在有些嘎居派里面的那些主要的那些传者 就是没有了嘛 也就是那个怎么样去怎么样那个刷一路 所以将来我们就是面向什么样的方向去那些弘扬这个传承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很多这个读者最喜欢的书就是这两本 然后这本就是这个塔布嘎居派的法师 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整个西藏就是最有名最公认的就是一个嘎居派的一个法师 它里面主要就是讲那些那个所谓的嘎居派 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四大八手是怎么那个传承 然后怎么样发展 然后目前就是属于怎么样的状况 讲这些的 还有这本书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总共有十一个 这就是那个五大论部的那个注解 比如说这就是 就是那个第一本书就是讲那个蛇别解 也多解的 然后第二本书就是讲那个 那个什么一年三宝的功德 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清书 还有一个关于一些密法 哪入法的他的一些那个什么那个口诀 然后第第三本书就是说 那个龙树菩萨做的那些中观论 然后第四个也就是那个那个中观论四百 然后第四本就是第五个就是说那些什么 那个就是关于那些中观论 这是入中观论的就是越成菩萨做的 这本书就是那个入菩萨行 这两本都是入菩萨行 然后这就是那个中观那个现观论 这就是那个 这两本都是一些关于那些生物部论的一些那个书籍 然后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那个直观论来讲的话 这书本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的一个书 它里面就是讲那些什么 就是讲那些什么 那个整个藏传佛教的那些小乘 那个大乘 密乘的这样一个道次第 所以它里面讲的非常那些详细 再说关于里面很多的密法 比如说那个拿入六法的很多那些理论上修行上 讲的比较详细的书就是这本书 所以这个就是法王也就是评价很高 法王就是说这本书其实做我们整个那个 那个改革派的道次第的这样一个学习的文件的话 这个很好的 这个就是因为它里面讲的内容都很丰富嘛 很详细的 所以这本书也就是我们对那个整个这个改革派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 它就是说那个杠伯伯大师做的嘛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宝曼论道次第 所以这个宝曼论道次第就是说 那个它的原本就是杠伯伯大师做的 后来的杠伯伯大师这个有很多的不同的注解 所以直到现在这个注解就是最广的一个部分 最详细的 别的书 别的书也有很多 比如说这就是关于那个什么 热尔巴至尊的这样一个 专记 然后这就是评价的现在的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西藏社会的一个书 这就是当时就是很受那个广大读者的欢迎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这本书都是那个 叫做他就是一个人的那个 那个什么那些 那个文学作品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在西藏就是有很多的智者 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作家 但是年轻里面就是他的著作就是最多的 也就是整个西藏就是年轻的读者 最受欢迎的就是这样一个那些作家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展览书 因为就是说 这个很多人就是听说过这样一个 制着那个职工工学家做的这个作品 但是在尼泊尔在印度就是很少就是买到他的书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人精灵寺院 特别就是安排这样一个展览 然后就是主要目标就是 给那个广大的读者 就是介绍他的作品 然后更了解他的那个 对这个整个西藏文化的贡献 和这个佛教文化的这样一个贡献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